左三旋,右三旋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快跟题材来做运动,最近题材之前阿拉玛达健身NP运动根本停不下来,想知道为什么吗? 翻翻日历你就明白了,再过六天就是8月8日了,热爱运动的人都知道8月8日那可是全民健身日,是为了动员大伙请坐锻炼,同时纪念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由国务院专门批准胜利的。 这部,为了搭上全民健身日的快车体财君也快满家边携手湖南卫视,忙活TV共同推出了一档大型公益节目《求求你》,动出彩,作为一档全民健身达人秀节目《求求你》,动出彩不仅有重量级的体育明星,作者,还有来自各行各业却都崇尚健身,热爱公益的小伙伴参与当然了,最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节目最后送出的题材公益大奖, 那可是嘉宾能拼尽全力争取来的呢?听起来就很刺激让你确定不和体财君一起,想先看吗? 一明星夫妇逼上世纪对决,新婚业儿现场撒狗粮今年6月19日,要一对体谈金童玉女修成正果那就是,当当当当,寒天Yamp,刘秋红夫妇,这次,热心公益的他们也参与了节目录制,去洗剧化,地被划分的两个敌, 对,是,赢,不过,这并不妨按我们被被狗粮两人的冰上共舞行间与不经意间的体贴温柔以及两人间,按捉捉的小眼神和小互动都够VP当门肯一年的,想看世界名下的容情万种吗? 别忘了8月,8日锁定盲火TV求求你,都出彩 2,8位素人嘉宾,谁才是民间综艺花,除了明星,嘉宾节目,还邀请了8位素人嘉宾,有一头卷毛的马拉多纳,有耍得一手好刀枪的武林高手,有心直口快的篮球女汉子,还有洛洛大方的文艺女神想看她们的故事吗? 女神vs女汉子,谁能博得你青睐,爆炸头vs专业台装师,谁才是时尚Icon,她们又是如何拼尽全力赢得公益大奖的,故事大幕等你拉开,三点出心裁的游戏设置,让你笑她肚子痛,作为一档,在全民健身日台播的节目求求你,洞出彩的环节设置当然都与运动一切相关了,这不只是看节目,就能让你笑脚肚子。 上一圈肉,节目里你会看到丑得令人发指的黑历史照片穿箱扑斧的一栋人肉蹲刺,以及为了赢的比赛支出的三十六计,寂寂静彩唱唱暴笑摸摸,你小肚子上的游泳圈,回答我,她,是不是已经让你困扰很久了,别伤心来看节目吧,让节目带你在笑声中燃烧卡路里。 四,题彩工艺,将爱传承提起体育彩票,许多人的第一反应,会是题彩的各类游戏,比如题彩,大乐透笔,熟镜彩,比如顶箍瓜,但其实,在一些你不知道的角落题彩,一直在默默做着工艺, 因为有和你一样的构彩者题彩工,你才得以开花结果跟随节目的镜头,你会发现原来小区里的健身器才是题彩卷正大,我们会在汗水的健身步道,是题彩卷健的逐步像。 全民开放的体育场馆,是题彩工艺间修建,而更不必说大大小小的国内外赛事,全民活动题彩的身影,闪耀在无数个体育健身场上。 这次节目,也是题彩以工艺之名发,起的只要节目嘉宾顺利完成挑战题彩,就会在新工艺善举,为全民健身天才。 嘉宾们究竟能不能不负重啊,突破重重挑战呢? 题彩这一次的工艺之花,又会盛开再何方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一场场体力与智力的挑战一幕, 目去为恒生的PK画面节目的精彩数不胜数八月八月求求你,动出彩即将登场,锁定吗?我TV不见不散哟。